揭開亮眼的冠軍金杯 U18世界青棒錦標賽倒數一天 12個參賽國齊聚韓國釜山 而咱們中華隊也準備好了 面對B組裡 日本和美國兩大強權夾擊 首戰對決巴拿馬 成了晉級複賽的關鍵戰役 派出火球男陳柏宇 先發全力強勝 因為柏宇的部分 他從集訓開始 包含到我們去日本一例訓練 其實他投了好幾場比賽 他整體的表現就是 整個在投手群裡面是 比較有壓制力 然後又穩定性很高的一個投手 那選擇他也是 最主要也是教練團對他有足夠的信任 那林玉銘跟余謙 潘文輝可能就是 在後面隨時準備 可能有狀況的話 可能在換投的時機點會比較快一點 今天是觀察了何宇的狀況 那何宇今天下去 守備跟打擊 那其實狀況手感 打擊的手感也都還不錯 那原則上明天開錄先鋒的部分 可能還是會交給何宇 準備好自己 賽場上知己知彼更是必須 對手巴拿馬也公布 將派出巨人小聯盟體系的投手 後來加西亞先發 對此中華隊也是有備而來 就這個選手目前我們的群收資料顯示是 中上吧 我相信如果是這個選手先發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野手是有辦法去做攻擊的 那因為我們群收到的影片是今年八月八號的影片 我相信那個應該不會落差太大 可能是很期待吧 然後又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第一場很重要 就是會攸關到我們的腹賽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搶下第一勝 應該我覺得沒意外以我們的狀況應該是可以搶下來 除了帶著信心 中華隊更要加速適應場地 因為人工草皮滾地球速度快 加上這幾天富山下雨 球員對球的掌握度還有腳步都還在調整中 中華隊在韓國全力衝刺 台灣球迷也別忘了打開未來一起為他們加油 外體育新聞 梁瑋毅 鎮雅方 富山 採訪報導